陈梦在昨天晒出了自己的生日照片,以此来证明自己真的已经30岁了。 陈梦表示,30岁不是一个时间标签,而是一个新的起点。 30岁的陈梦希望有回旋也有冲击,努力和拼搏将机会牢牢地抓在手里。 看得出来老将陈梦拥有着雄亲壮志,参加奥运会当然是他最大的梦想,也是他这个生日最大的心愿。 携手王楚清和孙颖莎这些年轻选手参加奥运会的比赛,对陈梦来说格外重要。 陈梦在女选手当中已经是年龄最大的一位,跟陈梦同龄或者更大的选手都已经退出了国拼。 现在的陈梦就是女拼的大姐大,在队内享有着崇高的威望。 作为元老级的选手想要继续打下去,就必须要有好的成绩做支撑。 身家巴黎奥运会就是陈梦坚持下去的动力,能够和王楚清、孙颖莎这些年轻球员一起参赛。 陈梦内心还是非常快乐的,这能让陈梦感觉到自己依然年轻。 因为跟年轻选手在一起才能感觉到自己也充满着活力,有活力才有动力。 因为年轻选手特别有感染力。 因此,虽然陈梦已经30岁了,依然对自己高标准言要求,他就是要跟年轻选手处于同一气跑线。 粉丝也知道陈梦爱穿粉色的球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显得心态年轻。 自从跟孙颖莎和王楚清成为好朋友之后,如今的陈梦才又有了职业生涯的第二春。 其实上个奥运会周期结束之后,陈梦的成绩一度也陷入了低迷,世界排名被孙颖莎反超之后,至今还没有回到世界第二的位置。 可是陈梦的心态却越来越好,并没有因为成绩跟排名的下滑出现心态上的低迷。 没有人能永远年轻,但永远有人年轻地活着。 作为老将的陈梦,选择跟年轻选手在一起很勇敢,这需要克服太多的未知困难。 我们看到陈梦的生日蛋糕上有一个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这样一个定制的生日蛋糕也说明了陈梦要向巴黎奥运会的最高峰冠军去冲击。 陈梦确实许下了美好的心愿,有些球迷也很困惑, 明明陈梦在上级奥运会已经夺得了奥运会的单打跟团体赛冠军,已经成为了赢家。 为何这级奥运会在成绩出现下滑的时候,依然选择坚持参赛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陈梦希望和孙颖杀,王楚清一起夺冠,这叫新老搭配。 作为老将心态的年轻化最重要,陈梦在队中跟年轻选手朝夕相处之后也是受到了鼓舞。 因为我们看到陈梦的生日蛋糕上还有一块金灿灿的奖牌,陈梦不光是要身家巴黎奥运会, 还想在奥运会夺得真正的冠军,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职业生涯。 虽然陈梦在时评赛没有拿到单打冠军,但是陈梦希望用连续的奥运会夺冠来走出另一条道路。 奥运会双冠王的梦想是非常美好的,陈梦就是希望自己不管是在赛场之上还是在赛场之下都要成为人生赢家,追求真正的圆满。 当然,挑战也是巨大的,包括孙颖莎在内都受到了日拼选手的强力冲击。 许多球迷现在也担心,一旦孙颖莎被早田吸纳,张本美和这些日拼选手给突破, 国拼必然变更奥运会参赛阵容。 教练组确实有这个预案,因为要防止日拼选手在奥运会的比赛暴冷。 不光是孙颖莎遇到了挑战,陈梦也遇到了挑战。 2023年的法兰克福冠军赛,陈梦就被斯佐科斯击败无援八强,赛后的陈梦还大哭了一场。 这说明陈梦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被竞争对手挑战是在所难免的,有了外战竞争对手才能让陈梦看到自身的不足。 赢球当然是高兴的,输球当然是苦涩的,现在的陈梦一次又一次地向冠军冲击,一直切而不舍。 尽管已经二十多个月单打无关了,但是陈梦并没有放弃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这需要有强大的心态做支撑,没有强大的毅力是坚持不到现在的。 相信王楚清,孙颖莎这些队友也一直给陈梦在赛场之下加油鼓励,正是有了这些年轻选手的鼓励,才使得陈梦有了继续坚持下去的勇气。 所以我们不必担心陈梦输球之后会放弃,因为他确实已经身经百战了。 陈梦受到越来越多的挫折,才会锻炼出自己的心态以及抗压能力。 马龙就说过,跟年轻选手在一起,自己的心态也会变得年轻,也会对自己有着更高的要求。 如今的陈梦就是在对标年轻选手,球迷也希望陈梦去跟十五岁的张本美和交手。 陈梦也一直在做着类似的努力与突破,一个心态年轻化的陈梦带给了球迷真正的赛场惊喜。 陈梦收获了众多粉丝的喜爱,粉丝也希望他能够参加奥运会单打比赛。 接下来就看陈梦如何去突破张本美和这些年轻选手了。 不过,从陈梦自己更新的社交媒体文案来看,他对于自己还是充满信心的。 东京奥运会后,陈梦在两年多时间内仅拿到大满贯新加坡站一个单打冠军,整体技术优势已经不是那么明显了。 不过,我个人认为陈梦综合实力还是世界前三的水准。 王毅迪有冲击力,反手进台相持攻击力强大,不过他台内球粗糙,对阵颗粒打法也不很靠谱, 而且在巴黎奥运周期还输了早天吸纳,平也没与这些主要对手。 现在,国平又重启了陈梦加王曼玉这对女双组合,王毅迪在竞争巴黎上,还是要排在陈梦、王曼玉之后。 陈兴同作为第五主力,不管是世界排名上,还是队内奥运积分上, 他都无法威胁到孙颖沙加陈梦加王曼玉三大核心主力的地位。 陈梦入选巴黎奥运阵容问题不大,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与王曼玉的巴黎奥运单打之争。 眼下,陈梦依然在队内奥运积分上排在第二的位置,王曼玉现在更换教练之后, 他的成绩并没有肖战一对一只教师更好。 另外,王曼玉在现场指导上都是选择马林,对主管教练徐辉的信任度不够。 我个人觉得,现在女队三大主力,陈梦,王曼玉属于五五开,而孙颖沙则是一气绝尘。 多哈球星赛,孙颖沙先后战胜王曼玉,陈梦,女单夺冠就可以看出, 现在的孙颖沙整个实力上似乎要超出以上两位队友一筹。 陈梦,王曼玉接下来在大满贯新加坡战,世界杯这两个重大比赛上, 谁能杀入女单决赛,谁就掌握了巴黎奥运单打主动权。 王楠在参加北京奥运会时,也是在三十岁的高龄, 刘诗文征战东京奥运会也来到了三十岁。 不过,比起这两位前辈,陈梦身体状况, 技术能力都是保持非常好。 王楠由于身体原因,在北京奥运会前, 整个的训练量已经没有那么大强度了。 女单决赛赋互于张一宁之后, 王楠自己也坦言张一宁比自己练得多。 刘诗文因为肘伤手术, 到东京奥运会前仅恢复七、八成功力。 三十岁的陈梦身体强壮,力量强大, 比起王楠、刘诗文, 他在这个年龄段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了。 我个人觉得,陈梦在大赛经验上还要好于王曼玉、 王毅迪、陈兴同。 实力接近的话,心态往往成为取胜的关键。 陈梦已经有了奥运会、世界杯决赛的洗礼, 心态上也知道如何去打大赛。 就眼下目前状态而言, 陈梦在接下来的新加坡战, 世界杯发挥稳健的话, 那他依然可以保住奥运积分第二, 上巴黎奥运会没有太大的悬念。 至于他在参加一次时评赛, 完成大满贯, 对他来说已经不太现实了。 大家觉得, 30岁陈梦竞技状态保持如何? 他能够保持目前的比赛专注度已经很不容易了, 在这背后是怎样的精神力量支撑呢? 其实陈梦不想被年轻球员甩在身后, 他用实际行动尽量追赶着年轻选手, 他希望跟孙颖杀, 王楚钦坚持到最后, 携手走完拼弹岁月, 他被年轻球员给感动了。